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够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而有的人他们天生富贵敏 从小锦衣玉食 但却也不怎么快乐 整天精神萎靡 惆怅不已 这就属于天生的穷相 生有此种面向的人 一生都很难有大的成就 甚至还可能过上乞丐的生活 如果你不想过这样的生活 那你就需要及时改运 今天小江之老师给酱友们介绍 11种天生穷相 以及改运方法 希望酱友们都能摆脱穷相 一 两腮无肉 两腮指的是腮骨和牙骨 两腮无肉就是腮骨如刀销般的倒三角的锥子脸 还包括牙骨秃露而口如吹火 锥子脸的面向 由于缺乏责任心与爱心 内心只有自己 即使有钱也是富无平人 守财奴而已 而牙骨秃露 吹火口 一生贫无力追之地 个性顽固而贪婪 感应方法 处处替人着想 克服自私的心 积极采纳他人意见 二 瘦儿无臀 臀部与福气有关 鞋感屁股大长腿 不瘦穷也是个短命鬼 屁股大的人 无论贫富都有享受 心宽体盘 超演到臀部丰满好生养 臀部亦代表一个人的财运 桃花运以及健康运 臀部生得不够丰满 无肉而扁平 代表桃花运和财运都不佳 而身体亦常常生病 改运方法 令身体胖起来 配合多做运动 持之以恒心 臀部线条必然会得到改善 好运亦会自然来 三 头肩额窄 头顶尖尖的人聪明 额头低窄塌见的人没有远见 头肩额窄无贵想 耍精小聪明 做人做事没有远见 这样的面向必定贫穷 即使有钱也是昙花一见 头肩额窄的人多出身差 少年运不佳 父母没助力 读书也比别人辛苦 或者读不成书 此种相格也多为忧虑烦恼之项 改运方法 改变发型 令额头看上去饱满一些 亦可以常戴帽子 四 头小脖子长 头小的人多数智商不高 成功人士多是大头 而小头者鲜有成功者 脖子细长的人心气不足 做事有头无尾 所以一生贫穷破败 改运方法 尽心学习 多读圣贤书 开启智慧 也可经常穿上高领的衣服 或者戴粗的项链 五 悲苦相 额头窄小有燕子纹 没有颧骨 而法令纹伸长 四尾下垂 这是标准的贫苦相 一个人经常爱身叹气 愁眉苦脸 性格多数被动消极 如果额头早出现皱纹 那么此时期多为贫苦劳碌 同时也意味着身体不佳 事业不顺利 一生很难有大的作为 改运方法 多结交朋友 常出席一些喜庆事 常开心怀 多放声大笑 额头上的皱纹 可擦去皱精华素等化妆品 或者用现代高科系美容来改善 六 眉乱双目无神 眉头散乱即代表感情混乱 做事亦被情绪影响 眉尾毛发散乱 则代表智力弱 做事壮板 多过时饭 再加上双目无神 显示五脏不健康 工作没有魄力 不在话下 更要经常停假休息 如果面向中有这些特征的话 便很容易被老板炒鱿鱼 成为失业一组 改运方法 只能努力工作 将情捕捉 不要要求过多 切记学人跳槽 搏加薪 只会因工作欠表现 被新老板炒鱿鱼 一动不如一进 最重要的是 要搞好人际关系 公司要裁员时 都有人撑住 即使被人炒鱿鱼 换工作 也亦多点门路 7.鼻贬唇薄 人到中年 往往想创业 偏偏鼻梁低而不值的人 天生没有贵人相助 犯了创业大忌 假如再加上鼻翼薄 而鼻孔外露 此人天生财运欠家 做生意 是老本 还欠下周身债 上尘下线 嘴唇太薄 而不端正 开口闭口 也几乎看不见成型的人 一样是三餐不计穷 到周身债 盖云方法 安心做打工仔 炒股票 炒外汇这些投气活动 必然会损手烂脚 就算打麻将 可以输个精光 总而言之 要完全戒毒 这段时间 绝不宜去创业做老板 这样只会把你推入 万劫不复的深渊 以后翻身 也没有机会 有多余钱 就存入银行 留带有事实即用 八 笔小 凹陷 相学上笔为财博工 男性笔子主事业运 女性主夫运 笔子对于男女命运 非常重要 事业有成的笔子 多高且值 反之 穷人的笔子 多为细小笔梁低频 得财不易 兼为人斤斤计较 如笔子上有质 更差 主财运不佳 改运方法 可佩戴眼镜 减轻银奖力 另外需脚踏实地工作 并学一技之长 九 下巴 短窄 下巴短而窄小的面向 做事虎头蛇尾 行为定力不足 多看事物的表面 积蓄财富的能力有限 改运方法 多总结人生经验 学习古人智慧 十 耳霄下巴尖 下巴兜兜和耳珠圆圆 代表有晚服 相反 下巴尖尖削削 没有什么肉 耳朵又没有耳珠 而且 耳角四足刀锋尖削 晚年十分凄凉 就算不穷到去洗食 都要靠救济卫生 改运方法 看见自己有这个面向 年轻时就要开始 继续防老 不要既望有子女供养 为防坐视山空 若身体健康许可 退休后最好找一份 看经这一类较简单的工作 十一 发干额窄 头发干枯无光泽 少年欠财运 三十岁前多无余钱 家庭环境 遮尽见肘 必定没有复阴 额低代表体力不足 额窄则表示智力不足 无孕无脑 肩无体力 试问这样的话 怎么会得到好的工作呢 改运方法 最好学个一技之长 做事以稳为主 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 如果想要博出位生殖 可能会弄巧反拙 不如找一份 稳稳定定的工作 培养自己节俭的美德 安心等候 三十岁后转运 不论面向如何 我们都需要 积极乐观地去面对生活 一个人的一生很短暂 想要过得幸福快乐 那就赶快行动起来吧 摆脱这些穷项 你的人生会更加灿烂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酱友们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姜之点点关注 和小铃铛 小姜之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令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